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微生物感染的传播方式。 第二,感染是微生物在宿主体内的生活中与宿主相互作用并导致不同程度的病理变化的过程。 首先,我们看几个概念。 病原微生物或者是病原体是能够引起宿主感染或疾病的微生物。 第二个概念,致病性,是病原微生物引起疾病的性质。 那么,如何判断它的性质呢? 我们用第三个概念,独立,是衡量病原微生物致病性强弱的标准。 那如何判断病原微生物的独立强弱呢? 我们用半数致死量LD50或半数感染量ID50来衡量。 第一,在一定条件下能引起50%的实验动物死亡或感染的最小微生物或毒素的量。 是衡量微生物独立的标准。 半数致死量或半数感染量越小,表明该微生物的独立越强。 下面,我们看一下感染源,当细菌感染发生时,首先要有感染源。 感染源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万元性感染,另外一个是内元性感染。 万元性感染的来源包括病人,带菌或者带毒者,病处和带菌带毒的动物。 毫无疑问,病人肯定是疾病感染的来源。 但带菌带毒者,指恢复期传染病患者,以及携带有某种病原微生物,但未出现临床症状的健康人。 由于没有临床症状,容易被忽略,所以这部分是很重要的感染源。 内元性感染是指正常情况下,人体自身菌群的部分,主要是一些正常菌群中的机会致病菌,以及体内隐伏的致病微生物所引起。 下面我们看一下感染传播的方式。 传播方式包括水平传播和垂直传播。 水平传播是病原微生物在人体中不同个体之间的传播,或者从动物到动物再到人的传播所导致的感染。 而垂直传播指的是母婴之间的传播。 病原微生物通过胎盘或产道由亲带传给子带的感染过程。 感染传播的途径主要包括呼吸道,病原菌从病人、带菌者或动物的痰液、唾液等分泌物通过接触或气溶胶、空气飞沫及沾有病原菌的尘埃等方式进入呼吸道引起感染。 由于人体要进行每分钟16到20次的呼吸,所以呼吸道感染作为传播途径具有传播迅速广泛的特点。 第二种是消化道传播,消化道传播主要是粪口途径传播,即饮用或饮食受粪面污染的水或食物以后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三,皮肤粘膜损伤。 这类疾病多引起化膿性感染,这种感染一般都是局限性的。 第四,节肢动物媒介。 许多节肢动物如苍蝇、蚊子、脾类、满类等等都可以寄生不同的病原微生物作为传播媒介传给人。 第五,性传播接触。 主要通过性接触的方式而感染,由此传播的疾病称为性传播疾病,如梅毒螺旋体、瘾病等。 第六,多途径传播。 有些微生物可通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等不同途径传播。 例如,结核分支感菌既可以通过皮肤感染形成皮肤结核,也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播引起肺结核。 咽下之后还可以通过消化道引起消化道结核。 感染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机体的免疫状态、病原微生物本身的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 从微生物本身的因素来说,与其独立侵入的数量和侵入的门户有关。 独立越强的微生物,少量即可以引起严重的疾病,而独立弱的则需要大量才能引起感染的发生。 病原微生物侵入的门户也是感染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不同的微生物感染的门户不同,例如脑膜炎双球菌是通过呼吸道传播,所以通过其他部位的侵入不会引起疾病。 此外,感染的发生还与社会及环境因素密切相关。 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感染疾病的发生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这张图显示的是我国的高铁和高速公路。 在这种整洁干净一片祥和的氛围中,人们发生感染的几率自然会降低。 而这张图显示的是中东的难民。 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的人们,不但缺乏基本的生活条件,而且中日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 罹患感染性疾病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